各位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题 他说分别在三个不同温度 三个不同温度下 然后他做银木耳甲烷气体的体积和压力的测量 他在三个不同温度 做银木耳甲烷的气体体积和压力的测量 然后他把结果做成PV除以RT和P的关系图 就在右图这边 他想问第一个 哪一个曲线夹一柄这三条曲线 哪一条曲线的测量温度是最高的 第二个他是想说 哪一种状态的气体性质和丁的气体性质比较接近 好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右手边这张图 横坐标是压力 重坐标是PV除以RT 好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重坐标好了 我们都知道理想气体方程式叫做PV等于NRT 因为他是银木耳的甲烷在做这个实验 所以呢这个N就是1 意思就是说我们移向一下的话 如果N带1然后移向把它变成PV除以RT 应该会等于1 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确定这个是理想气体的话 它的P乘V除以R乘T 这个值应该是等于1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甲烷丙丁这四条曲线 有一条曲线一直都等于1就是丁 所以丁这条曲线就代表着丁这条曲线 就代表着理想气体应该做出来的结果会是丁这条曲线 好 那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它说哪一个状态的气体性质和丁线段的气体性质最接近 那丁线段代表的就是理想气体 所以换句话说这题是要问哪一个线段 哪一个状态的气体性质会最接近理想气体 所以我们就来复习一下怎样的状态会最接近理想气体 好 接近理想气体的条件就是 它内在条件就是分子间作用力要越小越好 因为理想气体的分子间作用力就是等于0的 所以分子间作用力我们要怎么样判别呢 通常来说你去看分子的分子量 气体分子的分子量 它分子量越小分子间作用力就会越小 那除此之外呢 外在条件就是在高温 因为高温的时候速度就会比较大 然后它的分子间作用力就可以忽略 那或是低压的状况下 因为分子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 所以分子间本身的体积就可以忽略 所以在高温低压或是分子量越小的气体 它就会越接近理想气体 所以我们就来从选项中选一个 C选项 分子量小且在高温低压时 这个它会最接近丁线段的结果 也就是理想气体 好 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第一小题 它说哪一个测量的温度最高 当你知道高温低压的时候 尤其是高温 高温低压的时候最接近理想气体 所以呢 意思就是越接近1的 在任何状态下越接近1的 它应该就是越接近理想气体的高温低压状态 好 可是当你的压力变高的时候 你的压力变高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你的温度是比较高的 你的对这条钉的偏差就会比较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相同的压力下 在相同的压力下 这条线上我们看到 丙甲乙丙 有丙对丁的偏差是最小的 甲都不知道跑到偏到哪里去了 乙的偏差也很大 然后随着压力变大的时候 丙虽然它的偏差有慢慢的增大 但是跟甲和乙比起来 它的偏差还是最小的 所以代表说 丙的温度应该是这三条里面 比较高的 所以C丙它的测量温度 应该是比较高的 所以第一小题的答案应该是丙C 第二小题的答案也是C 分子量小在高温低压的时候